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场车祸穿越到经常连接 身不由己的卷入九字夺底的纷争当中 想要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最后却是发现无能为力 后来在十四爷的怀里过完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大家都很好奇 若曦爱的人 到底是四爷还是八爷呢 步步惊心 如今才明白 若曦爱过八爷 但是他的余生是四爷 若曦的一生充满了艰苦 无奈 在八爷府上的生活 是他最为快乐的日子 那个时候的若曦什么都不用想 也生活得很简单 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情 自从进宫过之后 若曦整个人都变了 生活也变了许多 不再是以前那个开开心心的样子 他总是心事重重的 不再想以前的开心 若曦知道所有人的结局 所以自然也是知道四爷就是未来的皇帝的 所以进宫之后 若曦为了寻求庇护 就主动和四爷接近 渐渐 在相处的过程中 若曦爱上了这个一心一意 为他付出的男人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四爷和若曦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了 当若曦拒绝太子的求婚之后 若曦被贬进了换衣局 十年后 四爷登基了 若曦被放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的若曦身体 已经不想从前那么好的了 大家都以为若曦出来之后和四爷之间 又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事实往往是大脸的 若曦因为受不了四爷多疑残暴的帝王本性 最后的若曦还是离开了 最后回到了十四爷的身边 在十四的怀里带着一看离开了人世 八爷是若曦喜欢过的 也是他的初恋 可是八爷更想要皇位 四爷是若曦最后的爱 如果真的是要说若曦到底爱的人 是四爷还是八爷的话 只能说 若曦喜欢过八爷 但是他的余生全是四爷 步步惊心 如今才明白 若曦爱过八爷 但是他的余生是四爷 看完这篇文章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下面点赞 评论 收藏 如果有写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 永热的提出 大家的每一次点赞 都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动动你的金手指帮忙点赞一下吧 是的 很好 Ik này drive怎樣 差不多 兴旺贯活道好好的願距 Sherlock 我给你带感 footing散 templeか是好好的 我给你带界小缓冠冠冠冉冉冉冉冉冉usz Innov喜跟 给你带来别人 IN Some P litt